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及身障福利科长 黄智里 社会救助科长 赖芝文 社区发展及合作科长 王秀梅 而少及妇女福利科长 林毅杰 社会工作科科长 林明立 劳工处处长 刘富敏 青年及就业职讯科科长 杨炳红 劳资关系科长 洪亚林 劳动行政科长 林扎婉等 本会秘书长 陈茂莉等5人 来宾各报在各广播电台记者 主席 陈议长 文昌 91分之90 45分 张 议演 邱明 九时45分起至 10时38分 幼至10时50分至 11时52分值 刘议演 天吴 上午10时38分至 10时50分值 记录 吴姓曾 主席 先告开议 报告事项 以主席 报告 签到议演 以达法令人数 二 秘书长 先读第20次回议 执行事项 劳工处 社会处 也有执行及达户 执行议演 杨正成 议演 吴红某议演 林烈贤议演 陈正来 议演 陈汉中 张秋明 杨顺牧 刘天吴 刘强德 张明瓦 议演 达护人员 刘处长 富美 邵代理处长 志祺 王科长 秀梅 王科长 智梨 等 其他事项 劳工处 社会处 业务执行 议演 要求办理 提供之事项令入 详鲁 附建 并行稳 县正部办理 三位 上午11时52分 以上 好 各位同仁 一四六没一见 没一见我们就准备备查 我们下午继续 劳工次与社会处的业务执行 现在请相关单位列席报告台 我们下午继续邀请黄建勇议员 主席 举处首长 各位科长 各位同仁 各位媒体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个社会处长 少处长 那个我请教你 我们现在的无障碍计人车 在我们遗案线 好像都没有挂牌数 对不对 计人车 计人车 计人车那有挂牌数 计人车没啦 那你看 我们县府对这方面的辅导 有没有做到怎么样子的辅导 或者是补助 好 请答应 谢谢黄议员 无障碍计人车是交通部的一个补助方案 那在县府是由建设处交通科在鼓励 那因为他的费用过于庞大 大概宜兰车买下来一百六十万 大概交通部补助三十万 还有相关的行政费大概补助六十 其他自己要自筹一百万 所以在宜兰县是没有挂牌 不过有目前在宜兰县内有两辆挂牌 本上是我们的军人 但是他是往往台北的 他往在我们的军人军这边走 那是属于个人 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们有资料 你没留资料 是 因为他是属于个人 挂个人不是靠行 所以没办法做宣传 靠行的 那不是个人 个人没有这种东西 那我们的鼓励办法 只有依照中央的方式在鼓励而已 我们县正如没有任何的鼓励办法吗 好像建设处交通科还没有拟定出来 我们社会处这边主要是负责富康八的协助再送我们相关行动普遍者 另外就是我们社会处另外一个任务是我们可能最近会再去增加一些民间的捐款 我们朝大众运输系统来改装升降的轮椅可以搭乘的大众运输 以及目前看起来国光格玛兰也开始还有国光也在做相关地铁班公车的引进 这部分我们是跟县府的主交通的交通科在一起规划 我们县内的寄养家庭在我们县内寄养家庭我们在社会处登记的有几户寄养家庭 这不是我们社会处的事情吗 有几户 27户 那需要寄养的儿少有几个呢 儿少目前有机构跟寄养家庭还有必要是有一些保姆可以帮我们做照顾 不过看起来这个寄养家庭我们每年都在招募透过家福 但是看起来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寄养家庭能够加入我们照顾儿少保的个案的小孩子 那儿少现在有登记在案的有几个人 需要这个需要他们照顾的需要这个寄养家庭照顾的儿少有几个人 我们如果安置在机构算起来我们目前需要安置儿少保的小孩子大概120左右 120个左右而已 那我们是不是因为寄养家庭的待遇够低 所以行程大家不需要从事寄养这一方面的工作 你有去考虑这种民谋吗 以他的待遇是怎么算法 这部分我请社工科科长回复好不好 好 先打我 我们寄养家庭我们一个月是就是补助他那个就是照顾儿少的钱一个月大概一万五左右 那种万五要再带他吃 对对对 一个人 一个男的吗 一个孩子万五额 那是不是第一我们的支扁工资呢 那那个基边工资那不是$200,0008额呢 我们是用那个就是照顾儿少的那个费用计算的 以为是怎么算1万五额而已需要他带他吃而已 不需要躁那里嘛,那不是这样吗 对对 因为我们 他是有算他是属于医务值的吗 没有算医务值 因为我们在那个安置机构的那个一般儿哨的 那个生活费用的计算也是一万五这样子 都不用人家洗衣服 不用人家资本有加吗 都生活照顾的费用都算在里面 对啊 那太低了啦 所以所以一般我们老百姓是这个医院可能 设宴可能不高 所以希望县政府对这方面 应该要提高 提高他的 他的寄养家庭的费用 不然你让他吃 一天到阿嬷你看万五宝你没办法 好 这个我们会再演艺 主席啊 这能不能列入一个记录啊 以后寄养家庭 寄养家庭对欧少寄养家庭的家庭 应该提高他的补助办法或者是他的佣金是啥 算补助金额是啥 这算保助金额还是顺利的佣金 这要不要列入他的薪资手头申报 不用 还是凝聚就好 我们是违给机构去做给付 这钱给他赏钱 家福那边 自养家庭给家福称不是给官省府称 因为我们有方案给家福去 家福中心去 我们违约家福中心家福去处理这一块的工作 对对对 自养家庭的服务 这怪怪的 我看就提高自养家庭的待遇好了 好不 列入记录 那个厨长 厨长 我们大府社区啊 需要一个活动中心啦 他没有这么久了 现在没有到大府里了你知道吗 这个大府 王科长 主席 那个大府社区是要利用我们卫生局的那个他们的卫生室 那目前卫生室是还有在用 那当然有跟卫生局有召发过两次会议 因为他是建地 需要有油厂 油厂来拨用 那目前因为社区 他有建设的经费可是他没有买地的经费 可是他们还内部还在讨论当中 这样子 我听说啊 听说 哎 厨长你给我们关心一下啦 我看你你来关心 广东都很有效的啦 听说啦 我是听我们大府地区大府村的这些这些人士在讲 说希望啊 我们县长啊 无偿拨用 这个卫生室给我们这个大府社区啊 设置这个社区活动中心啦 希望村长出面啦 用东这件事可能就会顺利啦 村长你有这个力量吗 我可以跟卫生局来讨论一下 如果他那个卫生室的空间规模够 然后目前没有 呃没有卫生所没有其他的积极的使用的话 应该可以先借用给社区来使用 哎 村长你那里面我们开过几次会啊 你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的了解啊 你可能不完全了解啦 房科长应该比较了解 他应该卫生室那边 他一个礼拜只有使用一个下午啦 基本就没在做啥 而且使用的只有一个小区块而已 只有一个卫生室一小块而已 那其余的一些建物啊都是漏鱼啊 漏鱼啊 那怎么说 所以说很破旧不堪啦 老水也漏干的 所以说用东 他这个来作废喔 然后重新要盖一个 盖一个活动中心 然后活动中心里面 无常啊 提供一个卫生室使用空间啦 要让其他的部分啦 就是要社区使用啦 拜托那个 村长你关心一下啦 没有这样喔 真的有那么大区团 没什么东西 很困难的东西 还有一个处长 我们县府啊 禁用的残障人士啊 有几个啊 占我们县府的人士啊 的百分比多少啊 这劳工处的啊 处定好啊 局长 那你就回回来一下吧 是 谢谢黄议员的指教啊 那个县政府工家机关 他需要禁用的残障人士 必须是他总额员工的 百分之三 至少百分之三 那人 那都做多少 目前县政府尽量的状况啊 哦 目前是 三十五位 35位 是 百分之三35位 那我们差不多一千个嘛 是 那个我认为是这样子 很多残障人士啊 其实他也不是说没去上班啦 我拜托这个局长您啦 用东地临时人员 约聘约顾人员啦 尽量啊 尽量啊 有办法 这个 尽用残障人士啦 因为很多残障人士 他说喔 他没工作 他不来 不不上班 而且他因为很多 残缺的问题啊 职场 可能需要他们啊 比较有困难啦 所以 我 我应该是 要求啦 要求 局长你这边啦 如果说 我们县府有缺了临时人员 应该要 禁用残障人士啦 你这样做得到吗 是 方议员您的建议 我会 反应给 长官 还有相关局处 长官 你给反应 你要强烈的反应一下 是 还有一个问题 你 我知道你 我们一年啦 办这个大型的真材啊 真材活动啊 一年办几次 回答黄议员 我们一年是办三场次 那么今年第一场次在3月5号 3月5号 已经办过一场 那么第二场次会在6月18号来办理 第三场会选在9月或10月 哦 这样子 是 那我 我认为喔 我的看法 我在社会这样的看法 很多人是没有工作了 但是现在很多厂商啊 就 找不到人 那 局长 你对我讲的这个 这样的情况啊 你有没有比较积极的做法 是 是 针对黄议员 您所观察到的 确实是目前的现实状况 那在我们的观察跟分析过程当中 求职的人很多 那么要人才的人也不少 但是没有办法 没何成功的 多出现在于 劳动条件的 没有办法满意 所以劳动条件最多的原因是在于 他的薪资 求职者不满意 或者是他的上班工时规划不满意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除了在企业端的部分 拜托他们要衡量市场状况 跟其他县市相比提高薪水之外 那么我们也恩我们的求职者 那么在经济相当拮据的状况之下 能够先有工作就先做 那如果值能不足的地方 我们也提供相关的职讯给他们做参考 希望他们能够先增进自己的技能 方便去找工作 我认为我们现在只半年的只是媒合而已 媒合应该是透过媒体 透过我们的公告 然后介绍他们去彼此相互相去认识 而且互相去接触 去了解这个资方跟老方的问题而已 你有没有比较积极一点去模仿 去模仿他们双方面的接触 然后模仿之间 你的历史案件有多少 是 第一个问题先回到黄议员 有关于积极磨合的部分 目前我们将触角是进入校园 因为我们发现说很多年轻朋友 他找不到工作 不是他没有技能 而是他对于职场的接触太慢 那目前我们就积极的将企业 引进相关的高中职 包括大专院校 宜兰大学 或者是南洋技术学院更新淡疆等等 希望这些学者们能够提早知道 企业的场域在哪里 什么样子的工作 适合什么样子的人 自己先做个评估 或者是安排他们到职场上去做参访 另外是有关于企业主的部分 我们是提供他相关的聚会 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场合 让他们进去做宣导 这也是都免货的 这你不是去抹佛 如果说有一群 如果说像说是 我记得是五个同伙 他这个纺织场不是欠人才 是 你可以用人才 然后直接跟他们讲 然后你在中间跟他们谋合 能不能办到这样子 有 另外一个问题是回答黄议员 有关于就业服务的求职者名册的部分 劳工处也有一份名册 就是累积下来的 那么有关于企业要人才部分 我们会从名册当中去筛选适合的人 然后呢 每和他们去应征 甚至是陪着他们去应征 也是有的 那么黄议员有提到五个同伙的这个事情 坦白说五个同伙他开出的劳动条件并不好 他是用时薪来计价 那时薪的话求职者大概会接受的程度并不高 那反观啊 反观另外一个产业薛长新 薛长新同时缺工的状况 薛长新他就是用月薪来请人 所以薛长新相对的 他劳动条件比较优渥 所以薛长新就找得到人 好 这也要跟黄议员报告一下 好 我记得好像前几天在 在现场打许的时候啊 我有提出一个问题啊 没问完时间就到了 就是农业人才的问题啊 我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者 但是我要雇用 雇用人 雇用这个这个人 人员 那我如果到我们 就位辅导中心去 珍采的话怎么珍采 他不是一个法人机构 可不可以珍采 是回黄议员 这个事情在上一次也有讨论过 目前公立的就业服务中心 或者是宜兰县政府 对美和这一块 并没有针对自然人在帮他做美和 不过就农业缺工的这一块 目前劳动部是有示范计划在进行 那这个示范计划呢 就是由缺工的各相关小农 他直接集合起来之后 组成一个 辅导 组成一个团体 目前是真的有这样计划在进行 但是自然人跟法人 他是同样是一个人的单位 是不是法人才有绩效 自然人没有绩效 跟华议员说明 其实一个关键点在于 我们没和求职者去到企业端 我们必须要确认这个企业主 自然人也好或者是企业主也好 他们所提供的劳动条件 是不是符合法令啊 是不是有符合劳基法最低的标准规定 那一般的自然人 自然人的部分没有办法提出相关的税务资讯 但是我们也有在研议啦 我们有在研议说 如果能够确认这位自然人 他的聘务条件比劳基法优渥 或者是符合劳基法的规定 其实来帮忙找人应该也是可以的 这样说怪怪的 你自然人你是没有一个法则可以规范自然人 他所雇佣的人要合乎劳动基准法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 这我们应该要研讨一下不能这样子啊 你喔 我觉得像农业就业人口 农业的一些劳工 农业劳工 应该可以考虑开放外籍劳工 因为农业劳工啊都是属于比较出众的一些工作啊 你知道现在年轻人都差不多都没做了嘛 因为辣烧 比较长 这应该可以考虑开放外籍劳工啊 你看我说这开放外籍劳工可不可行啊 包括黄议员确实是有几个县市 尤其是南部的县市 而且他们要求劳动部要开放外籍劳工来从事农业 对啊就可以开放外籍劳工啊 你要说自然人是因为劳动基准法的问题啊 没有办法处理啊 所以自然人不能聘请 在我们这个这个 我们的 的劳 劳 南部欠人的这个 这个网路上面不能雇用人 那就怪怪啊 跟黄议员再说明一下哦 那个农业外劳是还没有开放的 我知道没有开放 那应该是可以开放 你不是说南部县市已经有人在真的要开放啊 对但是还没 人家已经走到 争取外劳要开放农业人口 农业劳工 争取农业劳工进口 对不对 那你农业 农业人财啊 还不能在你我们劳工的网站里面争财 这好像我们慢了一大步吧 是黄议员您讲 这个我看哦 我看建立啊 我们政府啊 我们县政府啊 赶快啊 来来弄一个啊 好想针对社会处先提出一些问题就是 我请教一下处长 我们现在针对精神障碍者需求评估认定的程序 那大概是怎么跑 那通常一般在这样精神障碍者认定的时候 我们会问哪一些问题做哪些操作 还是需要客长回答 处长 那个跟薛妍这边说明一下 目前那个ICF就是精神障碍的身心障碍证明的核发 目前全套的资料都在卫生区 是属于卫生区主证 不过大概 这里你可以简单说明吗 我请我们科长大概先看看能不能 呃 就薛妍的问题简单先说明一下 是是 请说 好 科长请答够 包括那个薛妍 那我们现在的ICF针对一类的部分 它的申请的程序 当然就从医院端这边去做生产的鉴定 那鉴定完之后 会将这个鉴定资料送回到卫生局 那由我们的ICU的评估团队 针对它的需求去做建议部的评估包括 所以鉴定的部分是在社会处这边吗 不是 在卫生区 也是在卫生区那边 那社会处如果有关换发跟核发 生气障碍的证明的部分 是在我们社会处这边吗 没有 还是在卫生区 也是在卫生区那边是不是 是 那所以跟社会处这边的业务都无相关 福利服务的部分是会在我们这边 福利服务的部分有 好 是 那我想请社会处这边协述追踪一件事情 是在昨天的卫生局的部分 我们有去提出 那就是有关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民众就反映到说 在核发认证的部分的时候 出现一个状况跟问题就是 一般来说 因为我们社会主治管核发之后给予福利 可是其实民众会觉得很疑惑说 这跟我的福利有关 可是我在核发跟认定的时候 往往不被认可的时候怎么办 我常遇到说有很多个案去提供给我们说 去有时候在认定的时候 他在患发障碍的证明 尤其是精神障碍的时候 只问一个问题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或者是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那就从此 从这个去判断说 他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明的需求 是不是可以继续核发 那很有可能 如果说万一今天刚好是一个中度的双集性的情感疾患的患者 他可能刚好那个时候是在忧郁期 或者是他那个时候不是在忧郁期里面 他的表现可能就不如本来我们的认定 可是因为这些程序的关系使得对方可能没有办法得到这样子的合法程序 有没有这样子的民众有这样子的状况 那我们也回头去要求 就是可能卫生局跨处施的去讨论 在这个部分的合法分式出了任何的问题 然后是不是可以调整这个作业的方法 这样子 谢谢 客长请坐 那再来就是要我提问那个有关社会住宅的发展的状况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对社会住宅的发展跟预期 有哪一些要做准备的 那我自己这边知道的事情是 我们东三乡经理新村本来预计是要做RT的社会住宅 或BOT的老人住宅 那后来有因为去做过一些评估的计划 我了解 那发现到说它的效益不够高 所以很难去进行 那另外有个长遭园区的概念 里面也有一些部分是要留给青年 我知道大概现在进度在这个部分 但还是远远不足于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要求 应该要去需求上需要的社会住宅 我想请问一下处长 有没有想过有关比如说代租代管 或盘点国有建物的相关的可能性 在社会住宅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 其他的策略或办法 请处长回答 处长请答 薛言谢谢 不过我可能还要先说明 那个社会住宅的业务 在我们县政府统筹是在公务处 它是营建署的业务 那在社会处这边能够帮上忙大概就是 目前就是刚您说的那个金陵新村 那块地军备局的土地 现在因为军方也想活化它 那不想要出售所以跟县政委合作 那我们就做了刚刚您说的那个研究 那未来如果宜兰县配合那个新政府 在8年20万如果宜兰县能够找到一块共有土地 也盖社会住宅的话 我想必须要先解决是年轻人租屋的需求 还有就是相关的照顾弱势 这些弱势者他可能在租屋上的需求 这一块是我们社会处可以来琢磨的 那至于说这个社会住宅 那个到底要盖多少宜兰才购 是不是还有相关的租屋的讯息 应该要让它更透明化 我想那个应该是县府整合的问题 是,谢谢处长 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处长就是 因为我会这样提是因为 当我们去谈这一次这个案子的时候 就是刚讲经理新春这个案子的时候 这个案子本来是我们社会住宅这边主折 那也很期待说可以看到 也许有新年住宅的部分 那就像我刚刚最前面已经提到一轮 就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 所以这个部分的比例会比较低 或是没有主折 而主要的去经营我们的社会住宅 但就很可惜 因为就到这边为止 然后就没有再去讨论了 所以我才去问到说 我们社会住这边 是不是有更积极的可能性的策略 是去统筹这件事 那没关系 如果是其他局处是 是不是也邀请 我们可以跨局处去讨论这件事 因为就像您说的 我们社会住这边 其实在其他的福利或补助的部分 可以看到青年的需求跟照顾 那在这个部分 除了去做这样的福利跟补助以外的前面 我们是可以先营造或经营更好的环境 后端才开始去谈论 那我们的福利跟补助是怎么做的 这样子 好 那另外我想要再请教的是有关我们 深信障碍者权益保障推动小组的相关疑虑 请问一下处长 就是我们现在申权小组的委员的领选办法 我大概有看到了 那我不是很确定现在 我们现在那个领选出来的 申权小组的委员的名册跟内容 是不是合乎我们本来的领选办法 以及内容的比例 请问一下处长知道我们申权小组里面的委员 有哪一些人吗 有几位 请问答案 跟学员报告 那我们申权小组的里面有包括 机关的代表 还有专家学者代表 还有身障碍家属 或者是个人代表 是 不过现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注意到 我们这一届的委员的名单 我们这届委员的名单 其实还是官方的比例比较高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像我先举这次第四届嘛 我现在这个资料是第四届 我先举第三届为例好 第三届只有一席是我们的申权团体代表 一席的家长代表 那这两席的代表都是我们当 是我们当地的障碍团体 但没有障碍的个人 就你刚刚说的障碍个人代表部分 那我们现在第四届的这个委员里面 其实是更没有任何当地障碍的团体 去代表的席次 而且里面看到很多都是外县市的代表 包含就是台北市这样子的家长协会 那还有其中甚至有其他县市的 就是我不是很确定 这样子的委员的内容 是不是真实的能够去反映 遗乱在地的生性障碍者的需求 这是我蛮怀疑的一件事情 客长请坐 没关系 处长 处长我跟您提醒一下 我们现在第四届的委员的名称 任期是到105年的6月30号 所以接下来可能要再领选新的委员了 那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在委员的内容 委员的组成的部分 可以再去审慎的思考 因为像最近我相信处长这边一定 处长跟我们科长妹一定常常听到 很多的议员在提出有关富康巴士 身性障碍者的继承车 身性障碍者的移动 那这些只是有谈移动而已 再下去以后一定会去谈到空间的部分 千万不要告诉我说 空间又归什么建设处公务处了 我请我们社会处赶快优先先想一下 光委员的临选就是 很多的委员如果都不是我们宜兰在地的团体 个人或家长的话 那他能够对宜兰在地的需求状况的凸显的话 其实是很低的 那包含我们刚刚今天 最近很多的议员去提到那些 光是交通上的事情 如果是在地的委员的话 我相信他对这个方面的需求 跟样态的状态 应该会提出更多 而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还不断要透过质询的方式才能去了解 那我也知道现在中央的法令 大致上是三分之一是主管的事业机关 三分之一是专家学者 三分之一是身上代表 这刚刚科长都有提到 那不过我在想的是 今年可没有办法进步到在地化先开始 那未来我们再去推动说 有没有办法是二分之一 都是我们的身上代表 因为毕竟身上代表 它还是第一线能够了解到说 哪一些地方是对我们身上的人事是不便的 那这些是我们生权小组要去照顾的 因为如果我们的一个这样子 好不容易设置一个这样的委员会 可是这样的委员会里面都是官员 学者 可是他不是真正有这些障碍的伙伴的话 这很可惜 那他能够照顾到的面向一定也会有缺失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快要再领选新的委员了 其实请这件事 新的委员领选出来之后 是不是请社会处这边把名单一份给我 然后甚至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讨论这样子 那请大会帮我记录一下 那另外就是我们生权小组 虽然曾经有列管一件事情啦 就是国道客运增加地底盘工程的业务 但是在首都客运和国贡客运都没有看到 他去提供或是公告一些肾脏者的设施公布 那我还是会更加的去怀疑 就是我们生权小组的设置到底有没有 帮助我们依然线身体障碍者的权益去争取的更多 那这个小组他他其实去列管了一些业务 可是后续的追踪其实都没有相对应的处理 这我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小组就 他就形同虚设了 好这个事情处长这边再去帮我们多关心的事情 那另外也我有接获到一些反应 就是我们有些偏乡地区 因为小学没有设置一些无伤害设施 导致今年设施过去几年有些投票啊 或是办活动啊或什么 就是只要在学校发生的事物 都非常不便 那应该要遵守我们 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 来去建设相关的无障碍设施 那是不是可以请生权小组这边 去帮我们盘点一下 有些工作去盘点一下 目前学校的无障碍空间的状况 然后来去反省跟讨论一下 是不是要开始立案追踪 然后陆续去补足这些无障碍设施 因为尤其校园是更需要的 校园所谓的生障者或障碍者 不是一出生就这样 我们无障碍空间为的准备是 每一个人可能都得随时有需要 譬如说今天我只是简单的受伤 我会有可能就那段时间是 有生障的状况 那他都会需要那样的空间 所以任何空间都一定会需要 无障碍的方式去设计跟关心 那包含我们的生障小组 未来在一些新的建设 或者新的我们的公共设施 是不是可以用通用设计 无障碍的方式去讨论 这件事情都没有看到 生障小组站出来 或者去列一些相关的要点 这都非常可惜 所以恳请我们的处长跟我们的科长 是不是可以多留意一下 在生障者这一块 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积极的作为 那当然第一个我不要求 第一个先让我们的委员跟小组是比较能量的 那第二个再来我们去讨论是 这些内容怎么样的更进步更好 好那再去请教一下我们劳工处 今年其实针对劳工处 我们其实反映了蛮多 两件事很多就是县府这边去开的 取业的状况 我相信这个处长应该很了解 光是从一开始的绿博 那到最近已经要开始上落同万 那我们之前都反映过 我们官方自己办的活动 去聘聘人员 然后我们开的薪资就是两万零八 这个薪资就是一个非常难看的薪资 那我蛮感谢就是处长去反映这件事情 那后续县长其实也开始去回应到说 要去提高相关的薪资 那甚至于是在说5月1号劳动节之后 要有一些微服的调整 那我请处长是不是可以回答我一下 我们这样子来来续续讲了一些 也我们发现有这样不是很合理的薪资 那县长甚至这边 与女诺说要做薪资的调整 那后来我们到底调整了什么 幅度在哪里 请回答我谢谢 谢谢薪资议员给我们这个机会 那从薪资议员重视的这个议题开始 县政府也全部都动了起来 那跟议员报告 在我们调性的过程当中 我们之所以没有在对外宣布 是因为公务人员 公家机关来的税入了裁员 就是纳税人的钱 所以在调性的部分 我们就没有公开出来 不过目前的答案是 我们你做的四个方案 由县长责定的其中一个方案 就是以食物物价指数 来做调新的依据 那么大概调幅5.6 5.7 那么现在的薪水是2008块 已经调到21124 好21124那我知道了 是好谢谢 那我在想啦 我在想2008到21124 虽然说万不不万就 可是它还是真的有点少 对那我相信这样子的薪资 它还是不足以反映 就是实际上实际的生活的需求 那就算我们其实官方 常常都有一些相关的数据 可以去做调幅 或者是去做这样研究 来去做做做做调整 可是我还是必须说 这些研究它跟实际的生活 是有出路的 因为简单讲就好了 如果处长现在开始一个月值给你21000 好22k22000 您觉得你在光不要这时候到台北 那种或其他六都光在宜兰 您觉得你的生活品质会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可以从比较务实的 比较是有温度的 是人的角度去想想 这个调幅应该是多少 那而且不只是这一次的基本性质的调幅 那因为这一次其实我们只有透过这一次的专 这一次的案子去谈到的是公读 就是这两期活动的时候会来的人 其实我更关心的是实际上 正在我们县府服务的其他的伙伴 有些伙伴他可能是专案或是约顾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检视一下 现在光府内就好 我们不用先去看外面 府内里面的约顾跟专案 它的待遇是什么 工作内容是什么 何况我们现在的专案人员的薪资 跟约顾人员的薪资 我请教一个处长 专案人员的薪资跟约顾人的薪资 他请问他要适用一下 他适用劳基法的加班的1.33或1.66吗 不适用对不对 所以这很风刺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争取到说你看短期的人 他可以有提升薪资 提升薪资就算了 这些人他还有符合 我们刚刚讲到的加班的1.33或1.66 可是我刚刚提到的专案人员或约顾人员 他们很可怜欸 他们一整年都在线顾这边服务 可是他们还眼睁睁看着 哇那些工读的状况 他的薪资很低 他还有加班 家家种种 他在同万节这个期间的薪资 可能比我的月薪还高 可是他只是来打工而已 他是打工仔 可是我在县府这边是全职正职的在这边服务 然后我的薪资还不如人家 我没有相关的牢基法 不符合牢基法的这些条例 而且我可能有时候还有一些实数的限制 我在讲这些 我相信处长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我觉得根本应该去盘点的 反而是这一些基层的 我们这些基层在县府里面 基层的低线的执行人员 他们的薪资待遇状况 那我也说到了 我们一定要回到那个人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时候 真实的需求去讨论 去谈那些数字的话 208块变得21100多块 我相信还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这也看不到政府的诚意 所以这件事情务必请处长这边 应该要好好的去整理一下 另外我在我们的工作报告里面有看到 就是泄民的职能提升的部分 然后针对不同的族群 我请教一下处长 我们针对新住民的家庭或新住民的家长 有没有哪一些的工作在执行中 请回答 好 处长请答复 是 轩远你提到的新住民的部分 从去年开始我们是开设了美甲班 那么美甲班的部分就是依照我们县内的 已经规划是我们国民的一些外籍配偶 他们这边来做培训 那么培训20个人当中 已经有十几个人在就业当中 是 那今年呢我们也正在跟移民署这边 来争取经费再来办相关有关于 外籍配偶的这个部分的训练 好 那请教一下处长 我们会办美甲班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考虑到外籍配偶 他们必须要照顾到他们的家庭 所以必须要去想一些能够在家庭工作的 或者是自己可以开个小工作室的方式来培养 那就外籍配偶 我们知道他们在美容美法美甲这个部分 在他们自己某国所受的一些接触到的东西 好像比我们本地人啊 接触到这个东西还多 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去可以进入学习的这个领域 好 我了解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出这样一件事情后 我很高兴我们开始看到新住民的需求 那新住民其实早在前几年 已经看到新住民的比例是上升很多了 我们台湾现在很 说来也很特殊也很有趣但也很讽刺 就是我们新住民的人口已经高顾原住民了 那所以也可以想见为什么 开始政府有很多人去重视新住民的照顾状况 那这当然不是去照数量均分 我们不论新住民人住民不同的族群外籍移工 本地的等等的客家的 我们通通都会去照顾或是学住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新住民朋友的工作的状况跟需求 其实还是相对特殊 就像您刚刚提到了 他有家庭要照顾或家事的需求 那我相信不止美甲班 因为美甲美容这件事情 其实它在现在社会上面的待遇以及观感 还是有一些差异 我们其实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些研究跟了解 是这样的新住民朋友他到台湾来到 宜兰来之后 他对地方可能可以带来的回馈跟影响是什么 比如说在饮食 比如说在社会照顾 比如说在家事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他们很多可以做的事 甚至也讲到农业 很多都是他们可以去做的事 那个文化上去有更多的交流 那在这个部分 其实应该做这些研究之后 如果我们今年可以争取到更多中央的预算 不要浪费这些钱 能够真的是帮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 也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就业 另外我想补充一件事情就是 刚刚有提到说有关外籍的农业劳工的事情 本席在这边是非常的不是很认同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外籍移工大幅的去挤压到本地的劳工的就业权跟权利 所以在外籍的移工是否要进入农业这件事情 请劳工出务必好好的审视 前阵子农委会开始松口讲出这件话的时候 造成多大的反弹 相信我都不用多说了 我们的县府一定更加的看到 但是这个部分 其实应该要凸显的事情是 那不引进外籍的劳工进农业 那农业就一直缺工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要这样引进吗 那我们应该回头去想 农业现在待遇很糟很差 怎么样改善它 那这边麻烦处长多烙心 谢谢 好 感谢谢陈议员 谢谢我们请孙汤议会议员 好 谢谢主席 两位处长 还有各位科长 还有陈半远 还有我们议会同仁 大家午安 午安 没有 好 我爱好 我爱好 结果都是我们县议会人在回答 我们县政府这边都没有人回答 所以上一次在那个定期会的时候 还是没有把你们交会 那这边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劳工处 我们的处长 我想我上次有跟你提过 针对那个今年刚承办完毕的 就是模范劳工的部分 我一直很纳闷 这历年来 从不管是我在职场上也好 到现在 到现在的105年 我想了解一下 模范劳工他们的评比到底是怎么来的 是由县府呢 还是工会 还是企业 我可以听一下那个处长 针对这个方面的回答吗 好 全都 是 针对学生议员 您提 不好意思 阿丽议员 您提的这个事情 在这边做了说明 我模范劳工的产生是 以企业主雇用10位劳工以上的都可以提报 那么在今年呢 我们总共发出去706张公文 那么希望企业主能够推荐相关优秀的劳工 那在收取的过程当中有125位进来 那我们组成的委员会 委员会有外聘的学者专家 然后来看他们的时机 所以还是要有委员会来评比就对了 有 有 有 所以我这个就是我比较纳闷的地方 既然是那个企业组 所以这些企业组到底里面有没有 10个人以上 我记得就是说 以整个比例来讲 就是说企业的员工 你还记得吗 多少的比例 要有原住民的员额 以一个公司来讲 原住民的员额是100个人 100人以上要有一个 要有百分之 只有一个吗 原住民跟那个 原住民百分之 是只有一个吗 所以这个要问清楚 然后针对这个部分 我就想想很清楚的了解说 老公处针对这一次 模范老公的这个原额 为什么没有原住民 查的结果是没有企业有推荐 没有企业推荐 还是你没有告诉企业说 为什么没有原住民的这个部分 没有企业推荐 确实是没有企业推荐 但是就706张公文里边 给原民乡的 原民乡的包括南澳相公所 大同相公所 南澳高中 四季国中 是也没有提供 没有提供 还是我们 他们没有推荐人 我们大家都知道原住民 大部分的那个工作机会 都是在基础工 也几乎都是劳工阶级的 所以你们在做模范劳工 既然没有原民这个原额 我都觉得很纳闷 那我请教你 有没有外籍劳工 外籍劳工有 有几位 外籍劳工这一次表扬有五位 有五位 那你们有没有想想看 思考看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还是我们原住民都没有资格 担任有模范的劳工这个 应该是这样说 我检讨一下是 我们对于外籍 外籍移工的部分 有特别去筛出来 就是针对有请外籍移工的企业 有请他们 这个部分有特别说要有外籍劳工 那为什么没有我们原民的的 原民的原额 是 这个部分我们在请企业主提出来的时候 没有特别强调说 可以请原住民优先 来鼓励他们提报原住民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 我们来试看看 你觉得 我们明年绝对来 这块我们会特别关注 请一些像原民箱的企业 那你可以承诺吗 明年可以有多少的原额给我们原住民 我在这边跟议员报告 我会请原民箱的相关企业 一定要记得 要推荐 不能只有原民箱的相关企业 我们应该在我们宜兰县 不管是薛长新也好 或者刚刚有提到五个同货也好 其实非常多的企业都有我们原民在里面 你应该在整个提供名单的时候 应该就告诉他们 假如有优秀的原住民的话 应该也要提供 还是有提供原民的名额的话 你们可以做一点的奖励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都没有优秀的 怎么推荐 都没有优秀 所以这就是那个汉人的思考模式 就完全没有考量到我们原住民 我们原住民真的有这么差吗 还是你们没有给我们机会 议员我明年绝对会关注在这一块 有多少的名额可以给我们 外籍老公五个吗 对不对 外籍老公 六个 我们就看他推荐的人数 再来看 我们没有一定限额说一定是几个 所以在评比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 在评比的时候 本身你们就应该有一个原住民的名额在里面 这才符合那个公平正义 是 好不好 好 谢谢我们的处长 再来就是说 这边县府提供大专身 见习机会增进青年职能的发展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 我也希望说 在整个你们在运作的时候 或者是在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 我觉得都要有一个原住民的原额在里面 我们一直是被我们的县府也好 或者是不管是哪一个县市 目前以宜兰县来讲是 真的是对我们原住民是末世最多的 把我们都边缘化了 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 身为我们宜兰县有三个原住民的角色来讲 真的是很可怜也很可悲 所以在未来那个处长在这个部分能不能在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或者研习 都尽量有一个原民的原额好不好 好 就麻烦处长 好那针对的这个原民培育人才提供未来职场的能力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我直接这样讲 在今年度 或许因为你刚上任 不太不清楚 所以你们今年有没有哪方面的比较积极的做法 针对我们原民 劳工处这边 是今年开的班大概 原民优先的部分 有挖土机跟腿土机 那当然其他的班别原住民 都可以进来 都可以来培训 但是这两班我们有特别写原住民优先 好既然你刚刚有提到了挖土机了 我就直接提了 我上次有去看了一下这个职业训练的班级 我特别到现场去看也去会看 我记得就是开挖土机跟重机的这个部分 就是一般要有三十个人才会开班 然后我有看到他们在练习在实习的时候 他整个那个外手只有两台 三十个人在一天之内 所以你算一下三十个人 你一天之内 他也要让他们都能够去见习去实习 一个人只有几分钟 你可以想象那个时间吗 就变成有三十个人在那边stand by 然后只有两台的那个怪手的时候呢 他们几乎没有办法去学习 你要让他们怎么考上 所以我在这边就是提议一下 我们的劳工处处 下次再办理这样的活动 不一定要有三十个人 其实你二十个人有两部车 或者是两个那个怪手 那假如是三十个人的话 你可以提供三个怪手的话 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办法下去练习 因为我听他们讲 是一个人只有二十分钟 一天为了等那个二十分钟 其他时间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 就太无聊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学习 所以假如说今天在很短的时间 比如说两个小时可能就会轮到他 或三个小时就轮到他的话 我想他会很认真学习 而不是说我这一整天 我只有二十分钟可以上场来训练 好不好 你们思考看看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要么就是人数减少 二十个人就开班 不能一定要强制要三十个人开班 再来就是你的那个怪手的数量要增加 可以吗 好我希望明年开这样的班级的时候是有不一样的 好谢谢我们的处长 好针对那个我们社会处 我这边先谢谢一下 因为之前社会处也全力协助了我们的原民的一些弱势族群 但是针对这个部分我还是有很多 我觉得还要再更积极的做法 我想请教一下处长 针对照顾弱势这个 落实生活辅助的社会救助的方面 低收入户跟那个 低收入的中低 中低收入跟低收入户的那个 原民家庭占多少户数 就是你们今年 今年合播的部分 社会救助 你知道吗 不过我想先跟议员在这边报告 我们通常在做社会福利是不分对象以户籍地 所以如果说要再另外再捞一个原住民的身份家庭有多少 可能会后算完再提供可能要分成大同南澳跟都市原住民好不好 没有关系你就直接把原住民的原额名单给我提供一下好不好 低收跟中低收入户的 对这一次你们补助了多少针对中低跟低收入户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65岁以上老人的生活津贴 办理这个低收的老人津贴的部分 你们是以我们原住民的原额是55岁以上还是65岁 55 55岁嘛 所以也请提供老人津贴的案件申请状况好不好 可以吗 好那就麻烦我们的处长 其实我这边社会救助有好几个就是针对我们还有一个工作能力担任以工代证的原民人数占多少 就是在我们宜兰县因为补助乡镇施工所嘛 那目前移工代证在宜兰县有五位是给原住民身份 两个原乡的工所各两位 那另外一位的移工代证今年新增就是由原民所这边来派驻到那个都市原住民服务站 但是因为在临选过程中议员你知道资格不符合 了解 那所以现在应该还在带公开贞彩 所以处长麻烦你给我一下那个原住民人数的比例的名单给我好不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哪几个乡镇有有有运用到我们的原住民的人数的部分 好可以吗 那个名单可能会用个资把他中间使用圆圈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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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我只是想了解说我们是哪一个乡镇是针对这个部分是很重视的 好 好谢谢 还有那个马上关怀我在这边先特别谢谢一下我们的那个副处长 我们俗兰刚好在去年一路以来都全力的协助 还有我们以前的龙贯处长 有协助到我们的原民事务 只是说在这个疾难救助 不担加继的受不住的原民人数 我也想要看一下 可以可以提供一下吗 这个资料的部分 我那个可能要跟公所调资料可能要给我们一些时间 因为这个马关的部分是公所在那边在核发 我们来请他把我们收集104年度好不好 就是他核发的对象是有那个原住民身份 是是是 我就是要那个人数 好就是说我们社会处这边还有乡镇公所针对这个部分 总共是照顾了多少 还有这里西南西北 我上次有看到 你有看到了吗 各项福利服务的第三项 妇女福利这里 我想刚刚那个薛陈毅薛议员也有提到 就是针对新住民的部分 其实我一直比较比较难过的地方是 很多的活动或者计划 以及我们的研洗的部分 都是针对一些单亲新住民 及经济弱势的家庭 我看到这一段我就想到说你们是有把排除到原住民的部分是不是 是吗 绝对不会分说是原住民 因为我必须要再报告一次 社会福利在推动照顾弱势 他是不分对象 他是用乡镇户籍地 那如果说像议员您这边希望说 未来在相关的宣讨厂次能够新增一个班别是针对原住民弱势的 我想我们可以来研究 对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 就是说以县府的态度 我往往看到的都没有把我们原住民的这个事物列到里面 我也知道你们在那个两个原乡都照顾得很好 但是针对都会区的部分真的很多非常弱势的原民 但是也没有办法在那个各乡政公所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救助 我们只能仰赖的是我们可能就是一般的民间团体 那假如在这个部分我们社会处能够更用心更积极的 针对我们都会区原住民的这个地方 花一点心思去照顾的话我觉得会是更棒 而且你们很多的文字的叙述完全排除到我们的原住民的这个区块 我是觉得这个部分你们应该要再改变一下你们在文书表达的部分 或者在文字的地方再陈述 我想应该你们是没有做了才会没有写到 对啊 所以那个都会区的部分你就完全问阿力就知道了嘛 你完全都不把它忽略了 你现在只有专门照顾大同跟那个南澳的 都会区的部分都把它摆在一边 你不了解了你可以找那个阿力医院嘛 我应该说其实都会区的原住民 现在人数比两个原乡还多 我上次才在提这个人数 宜兰县的原住民有一万六千多人 然后大同乡有四千多 南澳乡五千多 实际居住在宜兰十个乡镇的都会区的有六千多人 但是我们的资源全部都已经到大同跟南澳 反而都会区这个地方都没有照顾到 一直以为我们会在乡镇公所会被照顾 实际上是原民的那个应该讲是原住民的事物 几乎相公所是不大采纳的 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社会处这边 因为我们社会处是我们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要照顾弱势 那都会区原住民又是弱势中的弱势 所以你们真的应该要再多一点的心思 好不好 其实后面都大同小异了 我也不想再继续问 虽然我时间还有十分多钟 但是我这边要特别再提一下我们的社会处 劳工处也是一样 针对原民的事物 我真的希望你们再更用点心 更积极一点好不好 不要只照顾到我们的两个原乡 好像把我们这边都会区的原住民 都像空气这样子好不好 以上谢谢 好 谢谢 孙当议会议员 感谢 继续我们邀请林志宏议员 林志宏议员味道 我们邀请陈俊宇议员 主席 两位处长的副长 議会的当人 各位联络人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先来请教我们社会厨 孙当帽没有来 我们 在上一个序区 主席我有说过老人生障课 这个名称不是很好听 我想要听听我 我请船长认平一下 不管 可是現在目前我們老人生上科的部分有做修正嗎 好 科長請答好 主席 感謝陳議員 對我們老人及生上福利科 是不是要拆科的事情的關係 那這個部分實際上 目前因為我們有一些老人的業務 事能業務是移到長照所的 那目前看起來我們老人生上福利科的業務 其實對於我們老人的部分應該是走向的是 健康老人這一塊的部分會比較多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說 因為我們給 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能夠分科 分科來講會比較能夠去專業化的服務 以上 這個科長 那個已經把這個老人的部分移到長照所 那長照所那部分就是衛生局那邊的嗎 已經分出去了嗎 不是 那個老人的部分那是針對私能老人的部分 就一部分而已 對 一部分而已 所以還有一部分還是在我們這邊 是 就目前 如果內部這個科試這個調整的話 就沒有考慮到這個 另外再做一個什麼老人福利科還是什麼這個部分嗎 應該是沒有了 因為我們應該是大方向就是可能是 那個局處要合併的部分在做檢討 是這樣子嗎 沒關係 處長安密再說 好 康長要請教一下 這個我們身心障礙 身心障礙的部分 身臟的部分 我們目前我們社會所這邊 在做的這個項目大概有哪些 康長你可以大概說明一下 身臟福利的部分 它是包括從經濟面還有一些福利方案的部分 那經濟面的部分大概就是他的生活補助費 身臟生活津貼的這個部分 另外的福利方案的部分就包括了有一些 像有些身臟者他必要到小型作業所 這些或是社區居住等等 有很多 有很多 因為要奴獵出來非常的多 對 有很多 目前我們社會所這邊 占對這麼多口裡面 這麼多行動裡面 康長你認為我們對這一部分做得最高 其實應該是這麼說 我們對於身臟福利的部分 我們要做的事情還非常的多 我們希望說我們要做得更好 我們不能以為說我們現在就做得好 現在我們還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間 好 科長您請坐 因為我也是好奇 結果我就上了這個全國法規資料庫調了一下 結果才發現到說我們的這個身臟科 所這個負責的項目00種種 大概有30種左右 所以我才會說跟科長您這個 稍微討教一下 也希望說我們在這個 老人身臟福利 目前應該還是這個方向 能夠更加用心 讓一些身心障礙者還是 老人福利該有的這個方向 我希望我們社會處我們的黃科長您這邊 能夠更加用心 讓我們該享有這些福利的人 能夠盡情的去享受到這些福利 請科長這邊再努力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老人裝假牙的部分 我們政府好像有補助吧 這部分是那個 裝假牙的部分 科長請科長 請科長好了請科長 大會主席 謝謝陳議員對於我們老人假牙裝置的這個 關心 那因為我們我們的假牙裝置的部分就分成兩塊 一塊就是一般的老人的部分 那一般老人的部分的假牙裝置的部分 是在那個衛生局 那另外我們是社會處的部分 是針對於中地收入戶的長輩 我們今年我們針對這個 老人裝假牙的部分 我們補助有幾個名額 如果都以中地收入戶的部分 大概我們一年大概是70案 有到70案嗎 中地收入戶的部分 我查的時候是65案 對我們現在都是有希望能夠提高到70案 那我們針對這個裝假牙 這個有內定名額嗎 沒有 那為什麼3月1號開放這個裝假牙 當天秒殺就65個名額全沒了 沒有陳議員應該指的 應該是指那個衛生局的老人的假牙的那塊 不是我們社會處這邊嗎 不是我們社會處的部分 目前中地收入戶的老人的假牙 還是有那個名額啊 就針對中地收入戶才可以裝的 社會處是針對這個部分 對我們是針對弱勢的 曾經章那個老人 目前還有名額就對了 是是 好科長您請坐 好再來就是這個我們 我們現在我們社會處有提出一個這個 老人趴趴夠的這個福利 這個申請方式是怎麼申請 然後到目前為止我們有幾個社區 來提出申請 每一次大概是可以幾部車來辦理這個業務 我們可以請 好科長您說明一下 好 那到目前為止 有96次的接送服務 共計67個社區 那我們現在每一天有兩部車 開放一整天都可以上午下午都可以登記 那每個單位每個月能夠申請一次 那開放三個月前可以開放申請 那15天前要上網登錄 那現在我們有開放式網路登錄 就是用電腦去登錄 也可以紙本雙軌並行 以上報告 好科長您坐 科長那個76個社區申請 然後有96台車 那這個執行率達到的這個執行率有多少 我們的社區不是有200個月的社區嗎 我們是計算到今年的3月 3月 3月份為止就是這樣子 剛剛科長您說的 沒關係您請坐 這個可以紙本申請 然後也可以電腦申請 我們現在目前都是用電腦申請 受理申請比較多嘛對不對 是 那如果說 因為一些社區 我們這個技工 可能這個鍵架 年費比較多 他可能電腦不會用 他用這個紙本去申請 可是在這個申請過程當中 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說 可能他在網路上看到 是還有名額 還有名額 可是當他的紙本整理好之後 送到社會處 可能這個時間上會有這個時間的差別 到社會處之後 發現到電腦上的名額已經被申請了 那這種情形我們要怎麼來處理 報告陳議員 我們有發現了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說長者他不會 他不會上網登的時候 他如果決定要哪一天 趕快先傳真給我們 幫他馬上登 因為這個開放式的 搞不好下一個小時 就沒有被他登上去了 所以我們有跟一些團體講 希望他說他登記好 他想好以後趕快傳真給我們 幫他馬上登上去 可以用這樣 用傳真就可以了 傳真到我們社會處 然後我們社會處幫他在電腦上做登錄 那紙本還要另外再送社會處嗎 對對對 好 那這個科長您做 這部分包括剛剛的申請的這個程序 還有一些這個裡面規定的相關辦法 剛剛科長您說的很清楚 可是是不是會後可以提供我一份這個書面的這個資料 就是記錄剛剛您說的這個申請的方式 還有這個 目前這些社區申請的情形 使用的情形 我們達成率大概是多少 然後還有就是 申請 是不是議員也有一個扣打可以使用 就是每天 有多少車可以 這個 來 支應 是不是也有這個方面的 沒關係 這個科長您那個會後再 一併這資本回答就好了 好 然後再來就是 縣內我們現在目前的獨居老人大概有多少 目前在社會處這邊 有登記大概是700多位 700多位 對 那那個處長 我們每年 我們有幾次的這個物資的慰問 目前 年底一定會一次是最大宗的 包括 過年那幾天的物資都會幫他準備 過年的物資 對 那還有就是在端午節 有時候會跟那個民間的那個慈善團體會連結 那以往曾經送過那個粽子 那不過長輩是反映說 雖然那個糯米已經改成一般米 不過吃起來 因為有些獨居老人家裡是沒有冰箱的會容易壞掉 所以今年我們原先 原先是打算跟家樂福和衛生局這邊來合作 做其他的物資的贈送 不過因為時間來不及 所以我們可能會放到下一次的重陽節 所以我們會按照節日去整合民間的單位 來送物資給獨居老人 不過平常那個獨居老人的仿勢是 衛生局的長期關懷計畫向下 目前他大概是有各衛生所有那個保健志工 裡頭會有一些志工擔任那個訪員 那訪員去訪市之後呢 他必須幫長輩那個量血壓 就在血壓紀錄之後 一旦看到這個長輩需要相關的送醫 或相關的物資需求 這位志工他會把這個資料送回衛生所 有衛生局 給衛生局 衛生局的人他會直接把這個資料送回我們社會處 由我們來準備相關的物資 由他再次送進去 所以平常如果有欠缺物資 其實是兩個單位都有在合作一起送 只是不過他們是密度比較高 是用訪員下去訪市 狀況比較不好的長輩 可能一個禮拜會有一次 那社會處這邊是運用假日 我們用我們的那個十幾個團體 去做那個也做相關的訪市 所以是兩個單位一起在照顧線內的獨居老人 好 好 處長您請坐 處長 這部分的話真的是我們社會處非常用心 當然我們社區部分 這個有在辦長津食堂的 他可能針對這些獨居老人 可能中午送餐的時候也都會去 連帶的去關心 還是說去做一些 像剛剛處長您說的一些糧學那些工作 好像也都有一些社區都有在做 也希望說我們社會處這邊可以持續的 對於我們獨居老人部分 來適於更多的這個關心 我剛剛問的問題就是 還有就是說 我們針對這個物資慰問的部分 我聽到的是我們現在目前社會處就是 接受到有一些這個民間團體 還是說像這個賣場 可能也會提供一些物資給我們社會處 然後再由我們社會處來統籌 做分配看是要怎麼去 送到這個獨居老人的住家這部分 可是在我們這些物資的管控方面 我們的流程 有沒有去做把關 這部分 這部分處長您不用回答 流程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給我一個 大概書面資料 因為我有聽到就是說 像可能之前我們這個 公旅處也出了一個trouble 就是說 那個那天 生態綠洲開幕的時候 不是送到那個米是過期的 然後我們現在 縣政府社會處的美意就是 在集中好這些 民間團體所提供的物資之後 分配到這些獨居老人還是 比較弱勢的地方 要去給這些人來使用的時候 好像也有裡面有一些東西是過期的 針對這部分 我希望我們社會處在這方面 也能夠多加用心來把關 不要把我們政府的美意 送到民眾的手上的時候 變成是那種沒辦法接受的好意 沒關係這個處長您不用再回答了 這部分就提醒處長 跟我們所有社會處的同仁 因為我相信我們社會處在 我們現在少處長帶領之下 以前我們少處長也是 這次算是回鍋 所以是代理 所以是代理可是也是算回鍋 處長也是非常關心我們社會處 每一個科事的這些所有的問題 對於社會上的弱勢 我相信我們處長也都療肉執掌 所以希望處長跟副處長還有我們科長 每一位都能夠更加用心更加努力 我相信所有需要關心的人 都會感受到你們的溫暖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 老公處 剛剛處長您有說這個 我們目前這個調薪的部分 就是已經大概微幅調了5.6%左右 那這個部分這經費我們有編列了嗎 天剛 謝謝 回答陳議員 這個經費沒有額外編列 而是從原有預算裡面去允值 我們預算裡面就已經有了 預算裡面的其他經費去允值 其他經費 對 那目前我們縣內 對於這個 我們這5.6%的調升 受惠的民眾 受惠的這個 公務體系的人員 大概有多少 以縣政府大概280人左右 縣政府 那其他的 外面的這個 這個 處長您這邊 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因為 對 沒關係 當然剛剛 處長您做 剛剛 我們 這個議員同仁也有提到 這個是 不無少補 對於 兩萬零 兩萬零多少 然後增加到兩萬一千多 對於一個 這個 基層的 這個 人員 我覺得是真的有一點少 現在的物資 也沒有因為油價的調降之後 物資就 隨著調降 物資調漲了之後 到現在為止 看不出說 那種 回 就回溫的這個現象 所以 真的希望 在基層這些員工 說實在都很努力 然後 也是社會上 可能 需要我們更加關心的一群人 所以在 調薪方面也希望說 我們處長這邊 能夠 多加來關心 讓這些基層的員工 在他們付出勞力之後 也能夠有 他們應該得的這個 薪資 這部分再請處長 跟我們科長這邊協助 然後再來就是外籍 勞工 目前在我們 台灣這部分 我們開放的這個工作性質 大概有哪些 是 回答陳議員 目前的外籍 勞工開放的行業別 大概 有廠工 廠工的部分 就包括一些製造業 營造業 那麼 看護工的部分 就包括家庭看護工 機構看護工 還有家庭幫傭 另外呢 還有就是外籍的 漁工 漁工 是 那我們會不會考慮說 開放這個農業方面 所需要的這個 工作性質的這個 外籍勞工 是 開放農業外籍勞工 這個部分呢 其實 在中央也各個意見 各個不同 所以目前 勞動部並還沒有做出 開放的決議 有沒有機會 研議當中 不曉得 不曉得 最後會什麼樣子的決定 因為我看 好像有一些 那個都是 可能都是那個 逃逸的 外籍勞工 目前我看 好像很多都是 在從事這個農業方面 說實在 既然有這種需要 我們為什麼 不要讓他正常 合法化來申請 這個外籍的這個農業 外籍勞工 請處長這邊是不是能夠 針對這個部分 來爭取看看 幫我們 一些 我們算比較農業鄉 農業鄉 農業鄉也需要這種 外籍勞工 雖然像 我們蘇澳 可能外籍 漁工都現在都有了 看能不能圓山巷以後 我們也有這個 外籍的 這個農業的外籍勞工 請處長再幫忙 好處長您做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公家機關 公家機關 我們在編制上 好像針對這個 身心障礙者的僱用 也有一個固定的比例 那在我們宜蘭縣 目前所有的公家機關裡面 我們對於身上 身心障礙者的 這個僱用的這個比例 有沒有得達成 是 回陳議員的話 公家機關 公家機關規定 所有的原則當中 每三十四個人 要有一個人的身障朋友 也就是說一百人當中 大概要百分之三 那麼目前呢 宜蘭縣的公家機關 都有禁用住了 都沒問題了 好 謝謝處長 下有兩位處長 謝謝各位課長 以上 好 謝謝 我們繼續請 沈德茂議員 沈德茂議員不在 謝謝我們 請沈德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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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兩位處長 各位庫長 大家都很好 請問小偉處 對於我們幸福轉運站 現在 我們耗費了好多年 到現在無情為之 執行情怎麼樣 哪時候可以開園 幸福轉運站 預計 下個禮拜二要做開幕 我們來 起床多久了 一眼再眼 我都不知道 人家在問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會運 你到底有什麼原因 那個 這一次就是 會正式開始營運 因為我們委外單位 也透過招標也是找到 那之前可能是因為 裡頭有相關的設施 還沒有做到很完善 那因為未來裡面 會有我們身心障礙的 線民在裡面做服務 所以我們社會處這邊 是跟那個工廠 幫我們代辦的公履處 講好 務必要把裡面的無障礙 做到最好 免得他們受傷 所以可能才會有延誤的情形 那下個禮拜要開園的時候 開幕的時候 還有問題發生嗎 目前 開幕以後還在鎮修 沒有沒有沒有 我看看是怎樣 我們他們的縣政府 我剛才沒來沒去 都一言再言嘛 結果開幕的時候 那也是又咧 沒有沒有 成員不會 而且我們等一下鐵紙 等一下稍後同仁送到 我們就會放在各個議員 邀請各個議員 在下禮拜二 沒有啦 很多人在幫我問 這既然那麼多 過年的時候就開園了嘛 過年還沒還沒 開放一陣子了嘛 它是那個藏地啦 藏地就 我媽就輸了 現在還不夠這樣 我覺得很難問 人在幫我問 我也沒要贏了 正經有夠見識了 沒有啦 這次買 這次買 這次買喔 那我也是還會啦 不會 不會啦 好啦請坐 我們那個老人 老人是哪一個課在辦理的 老人喔 好 現在 不好意思 那課宰你請坐啦 現在我們宜蘭縣的 我們列館獨居老人 還是說他 孤苦那個 一個 孤苦無疑的老人 我們列館的總會有多少人 我們有去調查嗎 好 來報告陳議員 那我們現在目前列測的 獨居長輩 總共有725名 那我們現在怎麼 獨居老人 怎麼去關懷他 怎麼去了解他 因為我們除了 剛剛有 除了那個衛生局的 獨居 衛生局的那個 衛生所的會下去 做獨居長輩的關懷之外 社會處的也有 那個志工隊也會 用假日的時間 然後去做訪事 好 你700個人齊 那在一些照護中心呢 一些長照中心 多少 那不算了 不算在裡面就對了 現在獨居老人就對了 總共列館的有700多人 是在各個政公所裡面去 去實施還是我們的那個 志工 沒有 志工服務啊 我們就透過我們志工去服務 志工服務 對 現在其實齁 在整個那個社會上 我們報紙蠻多的啦 獨居老人齁 他自己在家裡的時候齁 可能我們 那一些 我們一些志工齁 照顧不到啊 其實在家裡 四幾個天才有人知道啊 有這種情形 事長發生 有了嗎 這是他宜蘭縣的 蛤 有啊 怎麼會沒有呢 你們都沒有 都不知道喔 其實那是沒有見報而已啊 我們努動就有了啦 我們努動就有了啦 處長這邊你們有沒有去瞭解 有沒有 嗯 目前是 是沒有聽同仁講 那陳遠指的是 之前報紙上曾經講的那個 乾濕的那一件嗎 那乾濕還有 還有幾個啦 在努動的話 就是說他死了好幾天喔 都沒有人知道啊 到時候都是立場去處理的啦 那獨居老人這方面 這是不是 我希望說齁 對於你們 鄉鎮的連線啦 對於獨居老人齁 因為在整個努動鎮 我們也會送餐服務 可是有一些 所以照顧還是照顧 禮拜六 禮拜天 不去送餐嘛 所以說他們照顧不到你知道嗎 所以說 有時候 如果不去注意到的時候齁 我希望說對這個 有一個盲點齁 要怎麼怎麼去結合 要去注意到這個獨居老人 好 就照顧這一塊 我們再來增加 跟村里林長來結合 好 請坐 再來就是說 整個我們日拖齁 宜蘭縣的日拖老人日拖中心 現在總共有幾位 幾處 有沒有 還是什麼 日拖的保分 對 拖老所 對 社區 社區在 蘇澳就有一個 來 來主席 跟成員報告 我們就針對於拖老所的部分 目前 依然是 依然是有一處 然後 東山有一處 然後頭城有一處 那蘇澳另外的蘇澳的部分呢 也有一處 他的營運狀況是怎樣 因為日拖 早上送來 對 早上就是把長輩接到 接到那個服務場所 然後 服務長輩 讓長輩在那邊上課 還有一些健康促進的 然後 下午再送他回 那個 下午4點之後再送他回去 那只有 現在 你這樣說起來 只有三處而已 就四處 四處 四處 你沒有再想要增加了那個日拖 有 我們現在是希望說 要達到一鄉鎮 最少要一個日拖站 但是你那是輸人的 對 我們現在所有的拖老所的部分 都是由 由那個 民間單位來承接的 民間單位承接 是 其實 現在在整個 你說 在我們 各個 各鄉鎮 我們學校少子化以後 整個我們的學校 學校的教室 空餘的教室 還是會有 怎麼去支援 這個支援整合 要怎麼做日拖的地方 在學校 我相信 老人跟小朋友這一間 他們的互動關係 這如果說兩年 放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他沒有打拼 沒有什麼 日拖老人 跟小朋友在一起 我覺得會產生很大的注意 不管對小朋友也好 對老人也好 我覺得 您應該在整個教育處這邊 應該去規劃 看閒置的空間 學校閒置的教室 三位 不一定說 在每個 每個學校 你如果說 要以社區為單位 有幾個人去照顧老公 跟學校 大部分現在學校都有營養午餐 怎麼再跟學校配合的話 我覺得日拖 老人的拖老所 會有產生蠻大的 應該是 現在我們邁入老人社會 對這一方面 我是不是說 我們社會出去 應該是多加著墨這一點 是不是說 柯長你這邊 有什麼想法沒有 好 剪刀 謝謝陳議員 對於拖老所 這個議題的關係 其實我們一直在努力去建制 希望能夠達到 真的是一個鄉鎮 一個拖老所 但是 以目前來講 我們的 這麼多的一個長輩 需要被 白天需要被照顧 我們當然是 希望說 不只是一個鄉鎮 一個拖老所 我們盡量能夠 來滿足所有 因為拖老所 應該是要深入到社區 讓每一個社區 都能夠 都能夠來設置 這是我們的理想 理工部長 我現在是說 建議設置在社區 也不一定要設置在社區裡面 你如果說 學校有閒置空間的話 不一定就是 機會教育 成人教育 老人有很多的資源 可以提供給學校 跟小朋友互動 小朋友 有很多生活想法 會跟老人這樣互動的話 我覺得 現在 日本有一個 他現在 在一個社區裡面 老人跟 幼稚園 他們是 日拖老人 跟幼稚園 他們是聯合在一起 他們的成效 就滿好的 老人跟小孩 老人他沒有病 他沒有什麼傳染病 對小孩子 他的生活經驗 所以說 跟小孩 他們互動關係都很好 我是不是 朝著這一方面 學校的 學校幼稚園 還是說 幼稚園跟日拖這邊 可以再結合在一起 可能有的幼稚園 現在他的規模滿大的 也可以幼稚園鼓勵說 他的做老人日拖這一方面 私人企業也可以去做 我覺得 小朋友跟老人 這個 這個互動性 應該是會 會很好的 我是不是說 從我們社會處 朝著這個方向 還是鼓勵民間的幼稚園 他們現在 遭受的人士 沒有那麼多 是不是 在這個 老人的這個區塊裡面 他們可以去做 所以產生滿大的火花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是不是 處長你對這個想法會怎麼樣 處長你講一下好不好 剛剛陳元講的 那個日本 日本的那個 上次康健雜誌 曾經有報導過 那後來現在我馬上大概就是學習 在 嬌西國小還有蘇澳國中開辦 祖孫共學班 那祖孫共學班 開辦之後 他就是有發現 剛剛陳元你說的 小孩對長輩更尊重 有的是阿公帶孫 像嬌西國小 他就是在那裡讀書 他孫在那裡讀書 那這個案子 他們是做白天的 類似祖孫共學 沒有到中午睡覺 還有下午的那個 在上一堂課才回去的那個 託勞所的班級 那是不是未來有辦法來 剛剛說結合 教育處的那個閒置教室 我想這是一個方向 好 我希望說 那裡 處長對這一方面 應該是得這麼著目 那裡 勞工處處長 對於這一次的 良民證這個問題 是哪 為什麼會產生 這麼大的問題出來 謝謝 謝謝陳議員 針對這一次模範勞工 所謂良民證的事情 其實以過往都有這樣子的調查 不過以往的調查是由工部門這邊 直接把資料給警察局這邊做過濾 但是從去年開始 那個警察局這邊認為這是涉及到個人個資的問題 應該由個人自己申請 所以今年才會請這些入選的模範勞工 要去取這個所謂的良民證 好 請坐 處長 我覺得你們的橫向連續不夠 良民證的話 比照以前嘛 你這個麵上去給警察機關去查查 不行的話 你就私底下跟企業主說 這個他還不符合這個規定 再來就是說 要是說他符合這個規定 那有很多的委員啊 那不可以 他也並不一定要這個良民證啦 對不對 既然企業主會推薦是模範勞工的話 這個勞工一定值得肯定 不管他做一張台南報會 做什麼事情 總是他有回改的機會 你這樣好像就不給他機會 我就沒了 這不合情理啦 我希望勞工次好對這件事情 應該加以警惕啦 對於更生人 我們要怎麼 我們要鼓勵他 既然他人家企業主來當選模範勞工啊 你又買回來 這實在很好 跟阿力剛才所說的啦 其實一般現在我們一般 對於我們說 原住民這一方面 大家不去分了啦 所以一再強調 所以說你也可以 對於我們原住民這一個部分 你如果說 要盡量鼓勵弱勢的族群 鼓勵模範勞工 在一些要企業主要推薦的時候 還是說你們在徵選的時候 對於他一些弱勢團體啦 或是弱勢的 應該是加強的 用企業主來推薦啦 前幾天啊 灣省第二玉佩金 103年度 104年度的 第二玉佩金啊 對於植栽的情形啊 我發覺為什麼我們 依然現在植栽發放了那麼多 請說明一下好不好 好 請答案 是 謝謝陳議員給這個機會 那一天因為臨時出去了 所以沒有想到說 又再審這個案子 沒有及時來回答 謝謝你給我這個機會 來這裡說明 那104年度 動支玉佩金大概動支了85萬 那麼這邊跟議員報告 104年我們總共 因為公安植栽 那個申請件數有90件 那麼90件裡邊 其中有12件是死亡件數 那麼16件是失能件數 其他的是住院的未住 加起來總共要280幾萬 那280幾萬嘛 那圓邊預算呢是150萬 所以不夠的部分才在這邊 是的 對於補助勞工這個植栽的問題啦 本身沒有預設立場啦 應該是多家 既然勞工發生問題的話 我們也要補助啦 我現在想說 為什麼宜蘭縣的勞工是這麼少 那直戰的比例 還是他的死亡的比例 為什麼會這麼高 你們去探討這個原因嗎 到底是怎樣 這樣說 職業安全衛生法裡邊 律定的很清楚 就是要規範企業主 應該針對勞工的工作環境 要依照規定來執行 當然發生的意外 不是勞方資方都願意的 不過我們會發現 我們發現在這些死亡案例當中 很多都是從高樓墜落 那這個部分表示 對於高樓工作的勞工朋友們 企業主太掉以輕心 沒有做好相關的防護措施 這個部分 不是啦 那個 署長 如果這樣說起來 就是說我們的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我們不確實 所以說造成一些企業主 不按勞工的法令來 所以說造成他的工作 工作的場所造成危險的場所 是不是這樣 你們勞工廠就做得不好 對吧 對 我們說 要照顧勞工 結果呢 他的工作場所都是不安全的場所 有啊 在這邊跟陳遠遠報告 那個縣政府的層級 目前做的就是 有成立了職業安全志工訪飾團 那麼這些訪飾團 陳遠遠呢 他一年大概訪飾400廠 400廠的營建工廠 對啦 400廠 我跟你說啦 可是還是不確實啦 沒關係啦 你把100年到今年度為止 整個我們勞工職災啦 死亡啦 死亡啦 或是說他的 各項的原因 主項紀錄 來我本學好不好 是 100年到今年度為止 逐年 是 我們不要在宜蘭 整個勞工裡面 在宜蘭縣的勞工這麼少 全國比例的話 我們是 全國比例是最高的 是不是 沒有看過統計數據 不過可以來看看 你哪一勞工是人口式的比例 來計算的話呢 你如果今天說是 我們的失事率最多的 所以說顯現出來 我們勞工處 現在你新任處長啦 我也不追究你 以前 對整個勞工安全衛生 大家都莫不關心啦 再來就是說 對於職業安全衛生輔導團 你說每年他輔導的400多個企業 他400多間工廠或是 營建工地 所有的工廠都有去走大嗎 我跟議員再說明一下 有兩個系統 一個系統是 制工的仿飾團 這個仿飾團的部分呢 就是到各個工地 我們會跟建設處這邊 取得相關的資料 然後會到各營建工地去看 這是一個系統 另外一個系統叫做 職業安全衛生輔導團 那麼職業安全衛生輔導團的 這個系統有18位的專家 所成立 那麼是針對發生公安事件的廠場 會再去做一些複檢的工作 所以兩個系統在執行 不是啦 我們在衛羽手某啦 平常就要準備了 對 不是當發生職災 再加強去輔導 既然他發生的職災 他就怕就怕死了 他再次就不怕了 我覺得平常比較重要 對於說你平常就家裡查查啦 我們現在勞工安全衛生輔導團 這一方面 我們是主動還是 志工仿視團的部分是主動的 所以現在整個勞檢所是 我們沒辦法 業務還沒有下放 所以有些時候志工們到現場去 沒有棍子啊 沒有棍子 是 那就是 家裡勸說輔導這樣子 對啦 其實工具啊 你如果說那個勞檢所的工具 要給你們才可以啦 我希望說 對這個勞工安全衛生這一方面 應該是 我們在哪裏 在哪裏 在哪裏 在那裏檢討啦 再來就是說 我們台灣在移民署統計裡面 我們有五萬多名的外籍勞工失蹤 宜蘭縣的我們申請的列別有哪些 淘寶的勞工賺的比例多少 是 我們的外籍移工總共有一萬一千多人 那麼104年度的統計 我們有707人的逃逸外勞 那麼逃逸類別從工作場所出來的分析呢 第一個是家庭看護工 第二個是外籍漁工 就是漁樓 漁樓的外勞 那第三個才是廠工 其實對整個外勞 為什麼他會去逃跑 為什麼會跑去 為什麼他在原單位待不住 到底什麼原因 我們也要去詳加檢討啦 是不是說他本來就有這個意願 他就想要去跑去 或是說在整個工廠裡面 或是說在哪個家庭的因素 或是去騙他 我覺得齁 現在我覺得很多朋友就說 他請來的勞工 他不敢去外面的勞工接觸 一接觸的話 哇 什麼都 他有很多機會 他了解了很多東西的時候 他會想辦法跑出去 或是騙他 我希望對外籍勞工的時候 對我們勞工處 應該詳加的輔導 有請勞工進來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去輔導他 應該是 好 感謝 總統寫議員 其實我們林業賢議員 林業賢議員不在 黃宿秦議員 你等一時間好不好 休息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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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 請到脫 mortar 請Д好 請 bean gestellt 請 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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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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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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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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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